各位親美的夥伴辛苦了 在過去這一個月又一個月的訓練裡面 我知道你們都付出了很多的時間跟心力 今天你們將要離開台灣 然後要真正的到了夏威夷 其實我個人覺得 除了去夏威夷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 我覺得在過去這段時間 你們每一次集合在一起 它代表的意義其實更重要 因為你們互相學習互相分享 同時互相了解對方 我希望這不只是一次訪問考察的行程 我更希望的是它會變成以後你們 因為看到別人不管他的成功 他的失敗做對的事情做錯的事情 它都代表了下一個階段 我們作為南島文化的發源地 我們作為世界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 原住民版圖的一個中心 我們要怎麼樣來珍惜我們的土地 我從來不覺得我們局外人能夠做太多 其實未來的花動要靠你們 有的時候我看到 把奈在跟拿布在總統府的抗爭的時候 我自己滿心痛的 因為抗爭是非常重要 尤其堅持了這麼久 可是我們最終還是要做到的是 我們要有結論 我們要有策略 我們要有根本很明確的自己了解未來的方向 而這些只有透過更多的觀察更多的學習 才能夠讓我們能夠走向永續 用最虔誠的心祝福大家有一個非常豐富的旅遊 更重要的一點是帶回更多的自信 讓華東門路變得更好 加油